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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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在河南中部地区所发生的战役 在1944年3月25号 日本开始修整黄河铁桥 那当时我们徐永昌将军 一直有说 这应该只是一个迷惑的手段而已 终于在4月17号 华北日军的指挥官叫做 钢春宁次 他就指挥了14多万人的部队当中 还有个很特殊的单位 是战车师团 很惨见的动用装甲力量 在中国来进行作战 开始渡过黄河发动攻势 当时钢春宁次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的想法就是 我首先是要先打击 汤恩伯的实力 之后我要攻占河南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叫做洛阳 熟悉中国历史朋友都知道 洛阳是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城市 历史文化名城 当时日军首先就开始进入到 平汉铁路附近 汤恩伯兵团为了要保护所谓的平汉铁路 就算了主力部队过去 结果呢 当时日军战术配合的很好 因为华北日军在出动的时候 等到汤恩伯兵团逼近到平汉铁路 来进行防守时 突然华中 也就是在中部地区的日军 也配合行动 汤恩伯兵团很快就发现说 哇 我遭到北部 东部 还有南部 三面包夹了 而且这当中 日本还动用了战车兵团 来作为前锋进行进攻 当时国军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很快 丢亏气甲 汤恩伯的主力部队 28集团军跟31集团军都被重创 甚至根据国民革命建军史的资料 在汤恩伯的部队溃退的时候 还被河南的民众进攻 蛤 对 那就是所谓的四害其中之一 对啊 我们在上个礼拜一直有讲说什么 河南四荒嘛 对不对 其中一个是汤嘛 就是指说当时国军 其实在以前跟河南省的民众 相处起来真的不是很愉快 那此次河南省的民众就觉得说 趁机去掠夺一些资源也好 所以很多国军都被进攻 导致后来再进行一些检讨会议 当时是一个河南省临时参议会当中 陈臣将军有回忆 有下了一个结论 这边指的是唐恩伯 好贪而不练兵 甘政而不爱民 民不堪倒 有您受敌寇烧杀 而不愿汤军驻扎之谚语 哇 这个话讲很重哦 没错没错 就直接讲说 你汤恩伯都不做事啦 你汤恩伯在那边不情政爱民啦 而且我宁愿被日军进攻 也不要你在这边驻扎 对啊 这句话 这个说的很重 我觉得汤恩伯听到这样 应该会觉得很欧吧 是啊 就是啊你也不给我资源 啊你现在在跟我检讨这些 对啊 所以我觉得XXY有个很好的概念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 但是事实就是 汤恩伯的部队后来被重创 只能溃退了 随着汤恩伯的主力被重创之后 当时钢春宁次就算领部队 去进攻洛阳这个地方 那此时洛阳因为外面已经没有援军了嘛 所以后来洛阳就在1944年的5月25号 遭到攻占 那这个时候 我要特别提一下钢春宁次这位主将 为什么 因为钢春宁次他其实有个身份 他是当年祝华就提出5号作战当中 最主张要执行5号作战的一个人 5号作战就是说 我们要攻破陕西之后 一路往南边去攻打四川 此时攻下洛阳之后呢 钢春宁次就有动伤一些心思说 以前5号作战 我们因为没有兵力可以执行 现在我们的1号作战第一期攻下河南 没想到进行如此顺利 那我可不可以趁机重启5号作战呢 所以钢春宁次当时的构想就是说 我攻下洛阳之后继续往西边进攻 西边有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同关 如果攻破同关之后 我就可以从河南进入到陕西省 如果我再更顺利攻破陕西省的省会西安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重启所谓5号作战的计划呢 对因为北边都打下来了 没错没错 而且我告诉各位 这个先攻下洛阳再攻破同关之后攻破西安 以前古代叫长安 这是哪一个时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呢 是唐朝的安史之乱 当时安路山就从河北率领他的军队 先攻破了洛阳之后开始围攻同关 那当然啦 同关的守将当时本来已经挡住安路山的进攻 结果后来因为唐玄宗急着要解决这场战争 就叫同关的军队赶快出关迎战 结果就被杀个大败 导致同关被攻破之后 连长安也被攻破 所以才会出现 大家听过很不爱背的那首诗歌《长恨歌》嘛 就有形容说 后来唐玄宗带着爱妃杨贵妃出逃 结果后来杨贵妃就在半路上 因为兵变的关系就只能自杀 这个史势 所以钢村宁次这个路线 在历史上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 钢村宁次在攻下洛阳之后 就开始算领部队 来到同关附近的一个重要地点 叫做林宝 如果攻下林宝下一步就是要攻打同关 事情已经闹这么大 再怎么样的人都也知道 这是危急关头了 当时蒋介石就说 糟糕了 同关如果再失的话 陕西就危险了 陕西如果保不住的话 四川就有危险了 所以当时蒋介石就立刻命令坐镇陕西的湖中南将军 赶快率领部队 进入到同关跟日本来进行作战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林宝战役 在林宝战役的过程当中 双方是在6月2号进行作战 蒋介石在日记当中 他就表示说 此战为湖中南部荣辱之关键 党国兴衰之关键 并且指示湖中南说 你一定要死守到底 作战到6月10号 也就是大概8天之后 当时镇守领保的国军 就立刻回报湖中南说 报告 我们实在守不住了 日军的攻势实在是太过于猛烈了 我们必须放弃 那湖中南就赶快回报蒋介石说 我的部队可能说守不住了 我们可不可以后撤 当时蒋介石说 不行 继续死守 这是关键 但由于当时候很多部队 其实实际上的状况是真的扛不住 已经开始逐渐后撤了 终于到了晚上的时候 蒋介石开始松口就说 好 可以交由你湖中南全权来负责指挥 那湖中南听到就说 那赶快保有实力赶快后撤 总之日军就攻下了领保这个地方 听起来同关就危险了 对不对 不过我们讲一号作战最重要的目标 叉叉歪记的是什么吗 打通铁路吗 没有错 所以所谓的攻入四川 其实不是一号作战最主要的目标 对所以当时其实按照作战 前线指挥官就告诉钢村领事说 我们的部队必须调回去 重新执行一号作战 我们最多就只能打到这边 钢村领事当时有点不太甘心 说好吧那就打到领保 领保也别守了 因为这边已经偏离我们的作战目标 就主动撤退 危机这个时候才宣告解除 这个实在是非常惊险的一刻 那这个钢村领事他自己去写个长恨歌 六军不发无奈何吗 对不对 等一下故事说到这边我有个疑问 我们已经打到陕西了 陕西那边不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吗 就是已经靠近延安了 查查歪问了一个好问题 而且你刚刚也提到 汤恩伯在撤退的时候 其实有遭到那些平民们的围剿 然后我有查到一个资料是说 有一个农民的武装组织 叫做红枪会 然后我就想到 前几个月有一个留言 他就说抗日作战期间 国军就跟这些日本人在作战 共产党在后面打我们国军 那你针对这样的言论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我要先澄清一下算多是红这个字 但红枪会 他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民间保护地方的武装组织 就是民间自发组织 所以他们有没有跟共产党的关系甚密 可能因人而异 如果真的红枪会 这些民间组织有攻击汤恩伯军队的话 我猜主要还是跟前面我们讲过就是 就民怨 对一些民怨有关系 那至于中共的部队 有没有跟国军起摩擦冲突呢 抗战历史当中其实常有发生上什么 黄桥事件 新四军事件 其实证明说国共双方 其实真的在合作上 并不是那么的融洽 放在陕西这个地方 尤其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 因为当时包含毛泽东的所在地 整个中共最重要的政经重心 就是在陕西的延安这个地方 所以湖中南将军的部队 为什么直到很紧急关头 才进入到同关进行援助 因为湖中南将军 他负责任务非常非常复杂 他一方面要监视华北的日军进攻 但同时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监视陕西的共产党军队的动向 所以他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是不可以轻易离开这个地方的 那如果我们再提更前面一点的话 当时日本在制定所谓的五号作战当中 所谓五十号作战是指说进攻陕西 那为什么日本没有去提出进攻陕西的实际行动呢 就是因为当时有部分将军说 诶报告 我们如果去进攻陕西的国军的话 本来陕西这边是国共双方互相警戒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去进攻国军 会不会共军会有动作 然后再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就是因为国共双方互相在陕西牵制 我们日本只要花很少的兵力跟注意力在陕西这边就好 今天如果我们主动陕西反而是我们要负担更多的资源 让共产党可能会减个便宜 何必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当年五十号作战之所以会被合并甚至会被取消 就是因为陕西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复杂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当时刚春他攻入陕西的时候难道共产党没有来帮忙吗 这个我们只能说当时中共的军队 他就是趁着日军没有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扩展一些所谓的占领区或是敌后游击区 其实一号作战当中反而是中共借机有扩张实力 因为毕竟当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在他身上 对不对 他有没有借机去进攻国民党 很难讲 公说公有利婆说公有利 但是具体的事实是的确在一号作战过后 中共在华北这方面的影响力反而是有提升 对啊因为毕竟你都造成民怨了嘛 然后共产党如果这时候再来也说说 我帮助你们农民 我帮助你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大家听我的 我觉得那个的明星有点转向 好那我们重新说回来吧 第一阶段的成功 那当然就要实施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我们叫做长恒会战 长是指长沙 恒是指恒阳 那日本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攻破长沙跟恒阳这个地方 长沙后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断断续续都有提到过 薛岳将军在此之前已经三次击败日军了 所以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天儒战法的体系 主动后撤 有敌深入 两边夹击的这种战术 但是这必须得建立在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就是1941年到1944年日军都以试探性进攻为主 就是我能够达成杀伤敌人的目的 我就达成 达不成我主动后撤也没有关系 所以他其实进攻的兵力规模都有限 但是呢 历经多次吃到天儒战法的苦头之后 尤其这次又要打通所谓的南北交通线 华中方面的日军他们就有制定一个新的战术部署 什么新的战术部署呢 就是日军的进攻波次会分成两波 第一波就是直接快速的进攻长沙 那这时候观众朋友听到这边就是 那不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你进攻了薛岳将军就主动后撤 然后就在长沙抵抗 等到你的部队孤军深入之后 两侧部队在进行夹击 此时日本就会动用第二波的部队 攻击正在夹击的两亿国军 对因为我这样听下来 我本来就有预感 就是既然日本在长沙这个地方 已经吃了那么多次天儒战法的门窥了 他一定会去想办法 就是反制你天儒战法的作战方式 对那天儒战法 他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要能够关得住对方 那如果你关不住对方 对方可能会怎么样 打破炉底 就直接把你正面给击破 那反而你会变成说 没办法合拥 反而是四处分战 有可能会被敌方分别给击破 所以其实关键就是关键在 国军有没有办法去合拢人家 是是是是 那如果你兵力够 对方兵力少 你要合拢是有机会 但是此次一号作战 日本调派出来的规模 远远超出薛越将军的规划 所以呢 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 5月27号 这个时候就是 北陆洛阳刚被攻陷 没多久 日本他们就分成三路 向长沙发起进攻 那面对当时日本的大局入侵 蒋介石呢 在5月28号就召开军事会议说 我们现在长沙这一代 敌军开始有所进攻了 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当时著名的国军降临 白重喜将军 他就说 干脆放弃长沙 这直接讲说我们不要了 对 白重喜将军的说法就是 日军此事来势汹汹 干脆我们长沙 还有横洋 我们都放弃不要了 我们把国军的主力撤退到 南方广西桂林这一段 严防死守 主动后撤 保留实力 我觉得他会这样讲 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他毕竟是桂系出来的 你说的很好 白重喜将军 他是桂系 也是广西省这边出发 跟李中仁他们那一派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这个建言 如果你是蒋介石 你一定听得不是很开心 我一定很不爽 那你就是回老家就算了 对啊 你就想保你老家 不想故作战局 所以蒋介石听了这句话 就很不满意 除了蒋介石不满意之外 还有一个人不满意 此人是谁呢 就是军令部部长 大家应该很熟悉 是谁啊 徐永昌将军又出现了 大家听听看徐永昌将军 他的概念怎么样 先别急着皱眉头 徐永昌将军的说法是 香跪地形 一守难攻 国军仪勉力抵抗 什么意思 湖南这个地方 很利于防守啊 我们应该勉强抵抗才对啊 怎么可以主动后撤呢 这是第一个原因 再第二个 中美共同作战 就应防御美军在湖南的空军基地 若中美关系处理不好 抗战前途上堪问呼 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不只是要顾我们的湖南 我们还要顾美军在湖南的基地 如果美军在中国遭遇到重大损失 危害中美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抗战还打得下去吗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听到这边 你们会支持白重喜呢 还是会支持徐永昌将军呢 我会比较支持徐永昌的说法 因为你要顾整个的战局嘛 白重喜的说法其实也不为过 因为毕竟你之前的教训是说 因为敌弱我强嘛 所以你很容易就是做到什么 所谓的天狐作战的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嘛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这个已经很明显达不到的话 那还不如以退为首这样子 那你在一个比较好防守的地方 然后保存实力 那对接下来的战局 也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好两个都有道理对不对 对啊 所以身为决策者 到底你要选谁 这个时候其实压力 看谁跟我比较好啊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总继 徐永昌 讲解实的说法就是 是的 我们应该要在湖南继续坚守 所以当时军事会议的最终结果就是 长沙这个地方是必须得坚守的 那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其实徐永昌讲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说 其实美国在帮我们 那整个的一号作战 其实我们前几个礼拜 我们也有提到过我们是要保住中国的美军空军基地 是 日军的观念其实也是嘛 就是说除了你要去夺取这些铁路之外 你也要去破坏这些美军的机场 然后来保住我们的制空权嘛 是 所以在湖南这个地方 我看到的资料是有写说包含衡阳啦 林宁啦 甚至在南方一点的桂林柳州这些地方 其实都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嘛 是还有我们之前有提到 紫江机场也在湖南 对啊 甚至在江西 在更东边 比如说广东 这些地方其实也都有美军的机场在 是是是是 也就是在这层层顾虑之下 薛岳将军就收到 必须得坚守长沙的命令 好那就是要用惯用的天炉战法啦 不过这次日军的攻势真的太猛了 6月1号 也就是军事会议才过了两三天之后 日军的中路左路 他们分三路进攻嘛 其中中路跟左路 就已经渡过了天险蜜罗江 突破我们的防线 你刚说蜜罗江是屈原那个地方吗 对就是为我们创架 架起的那个宗教地方 OK 那在6月14号 其实长沙外围的一些阵地 比如说像什么 原江啦 易阳啊 流阳啊 这些地方 都被日军陆续的攻占 所以终于到了6月16号 日军开始正式进攻 正面的长沙战场 刚刚前面有提到嘛 天炉战法最重要的就是 你正面能不能扛得住 结果才两天的时间 6月18号 长沙就被攻破了 天炉战法完全宣告失败 那可是我们之前有讲到 天炉战法最重要的就是和龙这部分 是 所以他和不起来是不是 对因为日军他为什么要分三路进攻 而且要分成两个波斯 就是当你要试图和龙的时候 以前的日军人少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顾虑到 侧翼的部分 对 可是现在人多 你刚要和龙 有点像是棒壳 就是你伸一个手进去 那那个棒壳他要防守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这样夹起来 但是此时当那棒壳正要夹起来的时候 突然又有人伸出两只手 硬生生的搬住那两只棒壳 那这样子的话 棒壳是不是就没办法和龙 那原本要伸出去的那只手指 就可以直接继续往前进攻 这个就是日军的新的战法 这只有在人力物力充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一号作战的规模远远超出国军的预想 就有的思维去面对新式的作战 国军才会吃如此的大亏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重演了南风会战的惨剧 因为你就是好像想要诱敌深路 然后一网打进 可是你被人家打了一个篡心拳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长沙被攻破之后 其实日军迅速的继续直接扑向恒阳这个地方 他是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的一个路上的交通线 也就是说如果这边被攻破的话 整个蒋介石防守的大西南的后方都会受到威胁 而且恒阳还有美军的空军基地 对于日本来讲 拿下这个地方是他们至关重要的一个作战关键 当时防守恒阳的部队是方先决将军的第十军兵力 一万七千多人 那进攻恒阳的部队日军是多少人呢 十一万人 一万多人要去扛十一万人 而且是装备员员领先你的部队 你觉得有搞头吗 我觉得会很惨 对想想看前面的长沙 都只用两天时间 这边是指说直接进攻长沙城本身 两天时间就被攻破 恒阳又能守多久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下个月要重点提恒阳保卫战 因为方先决将军他以绝对的劣势 竟然守了47天的时间 对一万人扛住十一万人 47天的攻势 虽然说到最后恒阳城被攻破 方先决将军也只能投降被俘虏 可是这位当时的国君赢得了一个很宝贵的喘息的时间 导致日本在执行所谓的第二阶段 虽然是成功的 但是有点超出他们预期的规划 是的这个我们留到下个月啦 我们就来好好的细说有关恒阳保卫战的整个的过程 因为这个被称作是所谓的中国的莫斯科保卫战 中国抗战史上历史最久 而且双方的伤亡人数也最多最惨烈的一个城市争夺战 是回到日军视角 第二期作战也已经成功了 那大家要进入第三期作战 也是去进攻广西的桂林这个方向 打通所谓的越汉铁路 就是从汉口到广东省的铁路 也是大陆铁路的南段的部分 在我方的战役就会被称作为桂柳会战 不过此时一号作战开始出现变化了 刚刚听到我们的日军进展如此的迅速 时间已经来到1944年的7月的时候 日军大本营收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就是塞班岛被美军占领了 大家其实不要觉得说一号作战 就是驻华日军局限在中国的事情 其实一号作战它当初本身会设置 就是因为要面对整个太平洋战争跟南方作战 贯通它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中国发生大战的时候 美军仍然在太平洋逐渐的进行反攻 那这个塞班岛被攻下代表什么意思呢 日本它其实有制定一个东西叫做绝对国防圈 什么意思就是说有几个地方是绝对不能丢掉的 因为如果丢掉这些地方的话 当时在1944年美军已经开发出来一款新式武器 非常非常有名叫做B-29轰炸机 如果有几个地方被攻破的话 美国的B-29轰炸机就可以透过这些攻占 成为基地直接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而其中一个日本认为是绝对国防圈当中最重要的枢纽部分 就叫做马里亚纳群岛 那塞班岛就在马里亚纳群岛当中 三百岛被攻陷 此时日本大名就发现哇完了我们的绝对国防圈被攻破了 美国即将就可以从马里亚纳群岛开始派遣飞机去轰炸我们的本土了 那请问我们攻打中国还有意义吗 我们攻打中国原本三大战略构想的其中之一就是破坏美军在中国的机场 这样子可以确保美军不会利用中国机场去轰炸我们的海上的运输还有日本的本土 可是现在美国已经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真的还确定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贯通所谓的南北交通线吗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观众也想问XX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发生了个新的变化1944年 这个塞班岛已经被攻占了 你是日军大本营你还会继续打下去 我觉得态度可能又会回到1941到1944变成比较消极 然后甚至会把注意力再次的转移到我要防守住太平洋战场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想要进行一号作战吗 我其实还会想要继续但是我达到我的目的就好了 比如说第一个贯通铁路跟破坏美军的空军机场 可能就选择其中一个就好了 比如说贯通铁路打到这样子OK 好三个你只要达到一个你就觉得达标了对不对 其实大本营也是类似的想法 但是日军大本营就说状况有变 所以随着7月三班岛被美军攻占 8月美军收复了关岛 这个时候继续在中国作战的战略意义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而且日军大本营就觉得说 就是因为美军逐渐逼近 所以他们当时设置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 叫做截号作战 截就是截报的那个截号 这个截号作战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日军将要在菲律宾台湾这一带布防 与美国进行决战 也就是后来二战军迷会比较熟能详的菲律宾海战 麦克阿瑟后来回去 走海滩那张照片 对对对 就是对应日本的截号作战 或是军迷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海战 就是什么雷伊泰湾海战 没错 就是在防守所谓的菲律宾海域的治海群 对这些都是日本截号作战的一部分 那既然制定说要在重点防守台湾跟菲律宾这一带 那就有一个必须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就是 没有错要到兵力了 这个大本营这时候就跑去跟驻华日军讲说 因为我们要进行截号作战 我们的军队人数啊 必须得一部分移到那边去 前面也打得很好嘛 已经达成一部分的杀伤敌军的效果了嘛 对不对 现在战况有变 那是不是我们也就停止一号作战 然后把部分的兵力给调派到菲律宾战场这边去呢 这个时候反过来再问观众朋友 刚刚我问的是你是日本大本营的视角 你要不要继续进行一号作战 那如果你是驻华日军的视角 你要不要进行一号作战 我会觉得机会大好 你现在又给我们统一道啊 对啊 我都已经北中南 前面两个我都贯通了 你现在跟我讲要停止 开什么玩笑 所以当时候制定说 这个一号作战的那个执行者 叫做曾田朗一朗 他又出现了 曾田朗一朗 他就开始说 不行一号作战必须得执行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恒阳会战之后 日本竟然完全有能力 继续攻占桂鼎跟柳中 都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了 为什么不把最后的三分之一 给完全打通呢 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 大本营你说 兵力没有办法同时负担中国战场 以及所谓的 捷号作战菲律宾的战场 对不对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是错误呢 因为攻打中国战场的是陆军 那要防守菲律宾战场的是航空兵 这两个军种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专业分工陆军仍然继续进行一号作战 那你要调派人手 你应该调派航空兵过去 这两个可以不用互相干扰 或是你海军就是去努力就好了 对啊 我陆军打正顺 你海军难道不加油一点点吗 日本其实海陆军双方 对他们的军种竞争很激烈 对对对对 总之当时在驻华日军 还有原本制定计划者的强烈坚持之下 日军就说 我们继续维持一号作战 但是希望你加速完成 毕竟美军在逐渐逼近嘛 时间已经刻不容缓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1944年的9月 日本攻占湖南的衡扬之后 继续进攻贵陵柳州 这两个重要的据点 当时日军的总司令 还是刚春宁次将军 这是之前在第一阶段 打得很好能为日军将领 他当时就率领了六个师团 又一个旅团的兵力 开始往南方进攻 1944年的10月底 刚春宁次突破国军的防守 要抵达桂林城 然后在11月10号 就把桂林给攻陷下来了 攻下桂林之后 接下来目标就是柳州嘛 但他攻击柳州之前 他其实更想要进攻一个地方 叫做宜山 他的目标不只是完成 整个一号作战贯通交通线 他更想要杀伤敌军 先跟大家讲结论 一号作战 如果以贯通交通线来讲 有达成 但是这个杀伤敌军 到这刚春宁次 能不能成功的完成呢 这个就是排兵步骤很重要的关键 是 这个应该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故事 那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来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一号作战的故事讲讲讲 讲到这里 那听下来 这国军真的是节节败退 而且是惨败 就一路这样子撤退 虽然有些地方好像勉强守住 可是就整个的大局来看的话 其实中国这边也只是 牵制日军的一个动作这样而已 所以就整个的战局来看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也会跟大家来 稍微交代一下 就是说一号作战之后的影响 还有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到现在 整个的战局 太平洋的战场上面出现哪些变化 我们就下礼拜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这礼拜的内容呢 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的想法 都欢迎在留言区上留言 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出一些问题 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人物 或是一些地区 当时发生哪些比较细节的一部分 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的地方留言 来跟我们做互动 或许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来跟大家来解释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